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禁令 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远远流长 中韩1992年建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双边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业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经贸往来持续扩大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下中韩建交20年间的各种业绩 韩中两国于1992年正式建交 在短短的20年里 两国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特别是2012年1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为将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与中方进行了协商 目前两国已超越了以经济 贸易 文化领域为中心的初级合作阶段 不断推进政治 安全 军事等各方位的合作 自2008年韩国县政府上台以来 两国共举行过34次韩中首脑级会议 三次总理会议和23次外长会谈 高层交往十分频繁 此外 自2008年以来 两国共同举行了四次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 并于2011年7月举行了首次韩中国防战略对话 通过构建紧密的协商体系不断加深在外交 安全等领域的战略性沟通 2011年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贸易大国 出口进口对象国 韩国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 2011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与建交当时的64亿美元相比 约增加了35倍 高达2207亿美元 为了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3000亿美元目标 正在进行着不遂的努力 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也比建交当时增加约50倍 达到653万次 每周共有837次航班来往韩国7个城市和中国30个城市